聰明一下,我們整個廣池的開發案後續會進行相關的都市計畫程序 那都市計畫程序大概是會有擬定這個計畫 然後辦理公開展覽還有審查跟最後發布 那目前的進度是到哪裡呢? 目前是在公開展覽的階段 我們這個都市計畫案在5月11號辦理公開展覽 那公開展覽的期間是一個月 那依照都市計畫法第19條的規定 我們要到地方來辦理公開的這個說明會 那也今天就是來辦理這個地方的說明會 那辦理地方說明會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來讓大家了解整個都市計畫的內容 當然也來傾聽大家的聲音 那也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後續我們整個計畫案 我們會送到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來審查 審查的過程裡面 除了了解市府的方案以外 都委會的委員也會傾聽大家的意見 如果大家有什麼樣寶貴的意見 不管是正面的 或是負面的 或是好的想法 都可以在都委會的過程裡面 來陳述讓委員來瞭解 來讓我們的計畫來更完整 那後續整個都市計畫 因為它有涉及主要計畫的變更 所以除了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畢 通過以外 還要到內政部 中央的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來審查 整個都市計畫案 如果兩個 台北市跟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都通過了以後 它才能定案 才能發布實施 才能成為我們最後執行的 法定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大概知道 整個計畫案的緣起 最主要是配合整個市府的公共住宅政策 那還有整個為了整體的 這個公共的開放空間 那提供相關的公共住宅 設斧設施及警政相關的交通轉租 還有多元的這個公共服務機能 所以我們來訂定了這個廣執的這個計畫案 那整個土地使用的周邊的情形 大家可以從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簡報上是周邊大致原理上是住宅區 那有相關的學校 跟這個公共設施 那500公尺範圍內 有福德國小 柳宮國中 松山家商等等 那還有七處的公園 下一頁 那整個土地使用的現況 目前整個原來設斧的這個設施的部分 已經騰空了 那目前是還沒有對外開放 那另外公園的部分已經簡易綠化 那另外原來這個計畫裡面 中間的11米這個計畫大陸 目前已經開閉通車使用 那整個土地的產權都是台北市所有 那相關局處管有 下一個 那整個計畫的原則 最主要是重新來 就整體的關聯來看整個計畫區 6.5公頃 那來做適當的這個土地的配置 規劃為特定專用區 那提供整個複合式的公共的服務機能 我剛剛提到社福的住宅的 警政的辦公的跟商業的 還有交通的這些複合性的機能 那另外也是配合整個 市府的公共住宅政策 那另外就公共開放空間來講 來做廣泛的這個好的設計 並且以屋舊樹的理念來做整體的規劃 下一個 那整個計畫內容 最主要計畫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細部計畫變更為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 那見幣率是40% 容積率是400% 那我們未來的土地使用 原則上是比照第三種的商業區 但是有一些是不可以設置的 譬如說特種的這些相關的行業 那原則上是不是用其他的容積的獎勵 那這個是整個都市設計在 在開放空間這個概念 原則上沿著這個周邊的計畫道路 都有充足的退縮 至少15米22米以上 那另外有關於受保固樹木 我們有原地來保留 那只有零這個福德街的部分 會做適當的處理 那其餘的部分 還有街角的部分 做1000片或是以上比較大的開放空間 來形塑一個地標的意向 那這個是最近在5月26號有關於文資會 對福德平宅的一些決議 原來他的決議是這樣 考量福德平宅據歷史意 見請都發言局將福德平宅特色 融入未來本基地的規劃與設計 所以這個部分相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將原來福德平宅的這個概念 我們會融入整個基地的設計 那原則上就是局部的部分會做個拆除 剛剛居然有特別提到 會提供作為相關的這個開放空間 還有停車的空間 那其中一部分可能會做樣態的保留 有來結合文化地景 作為邻里的商業還有文物的展示 大家對於這個地方過去的發展歷史 能夠留下一些脈絡 那這個是整個未來預期的設計的內容 包含原來福德平宅的一些記憶的保留 那邻里的商業 還有親子館、圖書館、活動中心 派出所的功能 還有行政中心 還有未來捷運出入口邻里商業 還有整個社福設施跟公共住宅 那這個是整個我們設計的概念 原則上整塊基地未來都是可以 任意通透穿越的 是一個很公園化的設計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配置在功能區化上 原則上會依照不同的社福的功能 做垂直跟水平動線的區化 讓大家的使用不適合相干擾 下一個 那這個是我們設計的這個概念 下一個 那這個是前面這些模型的這個示意 那約上剛剛也做適當的這個說明了 下一個 下一個 那這個是示意大家可以參考 下一個 那整個中庭開放空間 這個未來會讓整個設計起來更通透 下一個 那這個是整個地區性的這個概念 下一張 那這個也是 下一張 那這個意思是表示說 原來我們法定的容積是400 但是目前市府設計的容積是只有到347 那設計出來的功能出來量是2800 所以整個在量體上已經有做適當的這個縮減 來和緩整個對地方的衝擊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面向的這個示意 下一個 那另外一次我們在3月16號的時候 來跟地方做說明 那大家有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們針對這些意見有做初步的研修 那做相關的回應 那第一個是有關這個開放空間 在我們開發前後 是不是我們把原來的公園用地 把它做整合了以後 是不是公園會減少呢 經過我們初步估算 我們原來的計畫有設伏商業跟公園用地 如果將看到法定空地 整個算起來移動是3.99公頃 那但是我們整合了以後 整個特定專業區 6.5公頃來做相關的規劃 但是因為我們間閉率是採用 比較低間閉的設計手法 38.44 所以我們總共可以提供4.01公頃的這個 開放空間 而且這個開放空間 原來上是連續可穿透的 整體性的開放空間 下一個 那另外是有關於受保護樹木的部分 原來上我們整個受保護樹木 14株全部都保留 只有以這個福德階的部分 會做適當的處理 那另外樹群的部分 我們也盡量來保留 那非必要也是以區內的這個移植原則 那這是有關我們樹群保護的這個示意 下一張 那這些我們都原則上說 限定來領保留 下一個 這個也是下一個 那這邊周邊的樹群 我們也是限定來領保留 下一個 那這是有局部的 我們如果局部需要樹群說 適當的來調整 我們在區內做個調整 下一個 那另外也是有關大道路 有96項靈印大道的保留的問題 那原則上我們未來在設計的部分 整個地方會結合開放空間 會流射到39公尺的 比較寬廣的開放空間 那整個大道路 現有的靈印大道的感覺 會整個流射下來 下一個 那另外有關於活動斷層的這個議題 那經過我們跟經濟部 中央地址教授所 海群 回覆是說沒有發現活動斷層 那未來我們本基地在開發設計了以後 也會進行這個相關的地址專探 以確保這個地址的條件是安全無疑 那另外是有關緊急疏散的部分 我們是試著用大巨蛋這個安檢的條件 來模擬 那整個廣池園區地面層未來是可以 溶流這個8萬人 那是可以滿足未來這邊 一萬三千多人的這個需求 那另外整個這個開放空間 其實我們有做適當的這個 平面跟立體的配置 可以讓這個不同的使用者 有充足的避難跟疏散的空間 那這個是整個這個地面層的 通透空間的這個配置的示意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原理上像黃色的部分 這些都是可以通透的 綠色跟黃色的 這個維色都是可以通透的部分 其實它是可以成網狀 可以成這個互相網絡狀的這個聯繫 那這個是有關 另外相關的這個靈體的開放空間 還有空中的這個立體的這個公共的這個 開放的這個空間 那另外是有關於 是不是會影響到附近這個日照的問題 那特別是北側的這個住宅的問題 那我們經過相關的這個模擬跟這個試算 那原理上都符合相關的法令 也都有充足這個日照的流盛 那另外是有關於這個 人口增加以後的這個衝擊的問題 那我們預估未來引入的人口 大概是一萬三千多人 那實際上戶籍人數大概是七千人 那整個開放空間 剛剛有做初步的這個說明報告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小學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福德國小的學區 那未來如果整個園區引入了新的人口 預計會增加五百多的學生 那如果將這五百多的學生分配到 周邊八百公尺半徑內的相關的小學 有三所包含還有永春跟永吉 那初步評估起來福德國小的這個 這個小學的服務的話 原則上是略高於我們現在教育部定班的這個標準 那這個是周邊小學的分布狀況 我北側這邊是永春永吉 南側這邊是福德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國中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附近的這個柳宮國中 未來在廣石園區開發以後增加這個學生數 那進來以後原則上還高過教育部部官標準 所以原則上在小學跟國中的部分的服務 是可以達到這個現在目前的法定標準 那另外有關單獨設理這個部分 我們是未來等這個戶籍如果增加的話 再由民政局來配合做相關的行政作業 下一個 那另外有關交通影響的評估 那因為整個交通系統是比較中和性的 那我們交通局是表示說 未來這個地方會搭配捷運西東沿線 那來做這個捷運的服務 那另外還有加強這個公車的接駁 那還有改善地區人型跟自行車的環境 也就是說它是整體性的來從公共運輸 從人本交通概念來做這個交通的改善 那另外就整個小汽車的這個服務的水準來的部分 未來來當周邊的道路做適當的這個流涉跟退縮了以後 那是可以達到低級的這個服務水準 那另外是周邊停車的問題 那未來我們整個社區會提供這個相關的停車位 分別是汽車刀1900多席 機車2500多席 那這一些除了廣時本身的需求以外 也都還會再提供給附近的居民來做相關的使用 那另外一次有關於周邊社區都市更新的議題 那這個我們未來廣時社區開發了以後 會提供相關的這個公共住宅來做中繼住宅 那這個中繼住宅會促使周邊的這個社區 未來在都市更新的時候 能夠有更好的這個中繼運用的機會 來增加大家都市更新的這個動能 那另外一次有關於容積率的部分 那因為周邊都是屬於住山的這個環境 那依照現行的都市更新相關的法令 都有些獎勵的機制 然後來增加這個大家這個都市更新的這個獎勵的機會 那另外有關於未來引進公共住宅的這個規劃 那我們未來引進也包含這個不同的平行 但是重點都是放在比較小規模的一房型的 所以戶數雖然是2800戶 但是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屬於小房型 所以它的戶量多 但是引進的人口其實沒有像一般我們居住的市民的這個戶量那麼大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原則上大部分都是一房型 就佔了1600多戶 那未來這些都是由這個相關的這些青年啊 或者是中繼的住戶進來 那也有部分2800戶 也有部分會提供給這個社會局來照顧相關的這個弱勢家庭 那另外管理的部分會利用這個公共住宅管理公司來 進行這個祭典的扣分的制度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在推動中的公共住宅 以新農公共住宅的案例請大家參考 這是一房型的 那這是兩房型的 那這是三房型的 那其他大家所指教的其他事項我再做個報告 第一個 室友官這個拒絕商場及辦公大樓這個部分 那我們新的這個 新的設計案原則上只有林里的商業 會在我們比較底部的樓層來進駐 就做林里的商業而已 那第二個是 是不是要比照新就要去建立空橋系統 那因為整個未來是以林里的商業為主 是以比較單純的住宅 所以原則上是不會有這個空橋的這個需求 那另外民眾參與的機制 那我想我們這個計畫從開始的構想到現在都市計畫 還有未來的都市設計 環境想評估等等 我相信各位在地的這個商業 都會一路來陪伴我們整個這個計畫 然後給我們指導 給我們好的建議 讓我們計畫非常完整完善 那另外是有關這個福德平台拆除這個議題 那目前我們計畫是配合文資的這個審查結果 我們做部分的拆除 那局部的做一些保留 那拆除的部分會做相關的綠化跟停車的設計 那另外捷運是不是延伸是廣次 那捷運系統本來就設計就是延伸到我們福德街周邊 那這裡未來會搭配整個公共運輸的這個系統 來做完善的配置 那另外在最後跟各位報告 因為這一次是今天是都市計畫的法定說明會 所以大家手邊都有一張 這個算是一個意見表 那這個意見表其實相當的重要 大家隨時在這個月的期間公開展覽期間 都可以將它填列 那如果您有填列 然後寫上姓名跟住址 留上電話 把它寄到我們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上面有地址 或者是你寄到都發局也可以 或是請區公所這邊轉送到市政府也可以 那只要您有提出書面的這個陳情意見 那您的這個意見就會正式納到我們都委會的這個公民團體成立意見裡面 那後續都委會在審查的時候就會通知您來議會旁聽 如果有需要您也可以當場來登記 親自來跟審查的委員做當面的陳述的表達 所以這張這個表格請大家就留在手上 那稍後如果您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填列好以後 在等一下會議結束的時候給我們同仁我們也一樣會帶回轉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社會局局長 各位鄉親還有議員 還有我們師父的同仁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那廣池這個地方 原來這個社福的設施 我們基於這個地方上的這個需求跟這個 整個全市的這個社會鼓勵的這種設施的需求 所以我們全部的這個原來的規劃 我們還是照原來的這個面積給它全部保留 那包括說這個未來在這裡會有這個親子館跟脫嬰中心 那未來我們地方上因為這個長照的問題 我想在我們台北市非常的厚切的需要 所以我們也會有這個老人日間照護中心 那一般的長者也會有這個長青樂火服務中心 那這個大概都是我們在地方上會很需要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包括有一些福利的設施 包括說這個是身心障礙的資源中心補聚中心 我們都會來這裡來設置 那另外包括這個社福中心跟這個婦女家庭中心 我們也會在這個地方來設置 那另外因為長照的這些需要 所以也會設置這個全日行的老人養護的這個照顧 還有這個身心障礙的照顧 那跟各位鄉親報告這些就是說 這個廣時這個部分 我們期待這個地方的這個社福的這個設施 透過這一次的全區的這個開發 那包括說這個獨法局這邊所做的這個 建築設計上的這種比較先進的這個做法 我們會希望它是一個這個比較是善在性的 而且整個空間的這種運用上會比較好的 那也提供比較無論是在我們社區 或整個台北市的這種長照 那包括這個老人小孩的這個需要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一次整個廣池 重新以全區的六點多公頃來做開發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社福設施 無論是對信義區 無論是對台北市 那我們都希望這是一個很好的服務 那我們提供這種多面向的地方上有需要的 我們都會在這個地方來實現 那今天是這個說明會公展的這個第一次的說明會 那也希望這個鄉親能給我們這個多多的這個指教 讓我們未來在這個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大家